外面相邻较近的那位监督赛场高手被这股气势炸得一个翻滚,皮球一般滚了出去。 这还是因为天罗帝王已经消弭了绝大多数的劲力,否则那个高手早已黄泉启程了。 然而如此惊人的攻势,那个大猫虎居然又一次躲过了,实在是太幸运了。 黄金独角龙莽愤怒万分的叫声惊天动地,急速地转过身来,面对着已经吓得似乎魂不附体瑟瑟发抖的大猫虎。 长达武藏半的巨硕身子腾冲而起,在空中金色闪电一般飞驰而来,一股森冷狂暴的飓地掀起。 对面的人都机灵灵地打了个寒阵,如坠冰枯。 大猫虎又是一声大叫,色索发抖着拼尽全身的勇气和力量,又是迎着对方纵身一跃。 是迎击还是闪避呢? 貌似闪避的可能更多点吧。 因为大猫虎卓越的跳跃能力,已经令他闪避过了黄金独角龙的兜头扑击。 然而,这一轮的对决却远远没有结束,甚至只是才刚开始。 因为…… 我的个天哪! 看台上包厢中无数的手指鹰眼套筒的人,同时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 大猫虎的这一跳,闪避过对方的攻击之余,居然又好死不死地跳到黄金独角龙的头上。 刚才没用到的那条后爪,也如之前那般凑巧地抓进了黄金独角龙的另一只眼睛。 这还不算,貌似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的大猫虎,居然狠狠地一头撞到独角龙的那树立的白玉独角上。 面傲的一声惨叫,顺时就被撞飞,反弹出去。 不过,某虎的这一撞,也不是没有收获,甚至是大有收获。 那可怜的黄金独角龙莽,神郡异常的独角,居然已经被生生的棋根撞断,啪的一声落在地上。 大量鲜血从头上那个血窟洞里头,咕嘟咕嘟地冒出来。 谁都知道,黄金独角龙莽的要害就是这独角。 而且作为爬行动物,蟒蛇的一种,黄金独角龙莽的眼睛也毫无例外跟其他蛇类一样,其实没多大作用。 真正只是它攻击或者前进的,就是那截白玉角,有着一种类似于蝙蝠释放音波一般的功能,指引方向。 独角没有了,黄金独角龙莽也就真真正正地变成了瞎子、笼子,还是严重的鼻塞,连味都闻不到了。 现在,这头黄金独角龙莽的状况,只能用凄惨悲剧之极来形容。 不仅两只眼睛都瞎了,最重要的独角还被撞断了,就只能够凭借本能在斗手场中不断地翻滚,到处撕咬盘旋,横冲直撞,一边惨叫,一边毫无目的地盲目攻击。 可人家大猫虎瑟瑟发抖地躲在一边,黄金独角龙莽根本就攻击不到。 他就那么藏在一个角落里头,浑身发抖,双眼满是恐惧地看着黄金独角龙莽。 但是黄金独角龙莽几乎所有位置都攻击过了,就唯独没有攻击这里。 死角?攻击死角?这也行啊! 所有人同时陷入呆滞。 这是幸运吗?如果是幸运的话,这也太幸运了吧。 包厢中,金武公子呆若目击,他做梦都没想到,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一头地级灵兽居然会因为轻敌导致如此惨烈的下场。 金武公子有两个问题想不通,第一个问题就是,灵兽就是灵兽,在灵兽的世界里,哪里有轻敌这么一说? 黄金独角龙莽平常的战斗,哪怕是对阵一头老鼠,都绝不会有如何的掉以轻心。 只有对方彻底被击杀或者吞噬之后,才会放心。 为什么这次却如此的糊涂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黄金独角龙莽的很多攻击手段,还都没有用出来。 为什么不用呢? 作为地级灵兽,黄金独角龙莽在金家这么多年调教下, 甚至已经精通了一定程度的武技啊,甚至能够用自己的后半截身子化为鞭子,化为大刀,化为长枪。 可是在这场战斗中,丝毫没有体现出来。 甚至就连作为蛇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缠住对方活活缠死的生存本能手段,也没有动用。 怎么就这仗就打到这种地步啊? 还有,最让人费解的就是,黄金独角龙莽的独角,那可以说是周身上下最最结实的地方,更坚持命门所在。 黄金独角龙莽一向最为重视,绝不肯让任何人摸上一下。 这次怎么就这么被撞断了? 这咱妈的难道变成豆腐做的了? 场中鲜血依然在不断的喷洒,整个场地几乎已经被黄金独角龙莽的鲜血浸透了。 黄金独角龙莽依然在疯狂,但是任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这头黄金独角龙莽肯定是活不成了。 此计命门被破,那就意味着生命走向终点,这种伤势就算圣级灵兽也不能例外,何况区区一头地级灵兽,就只有三个字,死定了。 而造成这一切的大猫虎,正在一边似乎非常恐怖,非常害怕地哆嗦,筛糠一般。 众人彻底无语,集体实话。 众人转了转目光,看着物资窝在某个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大猫虎,那典型的懦夫德行,根本不敢战斗地窝那样子,以及头顶上那醒目异常,鼓出来如同独角一般的肿块。 正是刚才一头撞在独角上所付出的代价。 将大猫虎的脑袋瓜子顶上撞出如此大的一个大包来,真的就活像是黄金独角龙莽的独角,长到了大猫虎的头上。 这副窝那样子,让众人纷纷叹息,扼腕不已。 哎呀,我的天哪,这在黄金独角龙莽生命力耗完之前,要是还不能干掉这个大猫虎,这家伙居然会成为胜利者,莫名其妙地赢得比赛呀。 意识到这一结果的所有人,尽数实话。 众目睽睽之下,斗兽场中就像演着一幕无声电影,黄金独角龙莽持续地咆哮惨叫,身影,攻击,一直到身影着,蠕动着。 逐渐地,最终不懂了,完全不懂,彻底不懂。 那曾经高高昂起来不可一世的舌头,这会儿就像是被抽干水的塑料管子一样。 啪哒一声,摔在了地上,勉励抽搐几下,终于归于济然。 虽然已经意识到这个结果即将到来,却仍旧希望有奇迹出现,出现惊天逆转的众人,彻底陷入一片呆滞,满场济然。 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傲视环与独不天穷的咆哮,突兀的响起。 只见那只大猫虎,此刻居然生龙活虎一般地站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毛,以一种威武雄壮,战无不胜唯我独尊,有我无敌的霸王气概,冲了上去。 追着黄金独角龙马的尸体,又丝又摇,口中还在呜呜地咆哮着。 众人虽然听不懂这家伙在叫什么,但是猜也猜得出来,因为猫虎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 有本事站起来啊,我来给你战斗了,你来啊,打个痛快。 来来来,我再给你大战三百回合,有本事你再活回来。 虽然大猫虎不一定就是这么说的,可那种得意加猖狂,嚣张半跋扈,痛打落水狗的气魄,让众人纵然猜不中,却也绝不会和事实相差太远。 看着这头对着别人尸体又丝又咬,一副生死决战状态的大猫虎,众人纷纷觉得下巴脱臼,都觉得自己的眼珠子嗖嗖的要从眼眶里头飞出去。 天地间居然有如此无耻的野兽,实实在在的忒不要脸了,你还能再不要脸点吗? 你他妈的忘了你刚才在对手发威的时候,你压得就只会发抖逃跑的样子,现在到来逞威风了,你能不能再勇敢点啊? 终于有人大骂起来,妈的对着死人耍威风,你算什么本事啊? 旁边立刻有人提醒,不是死人,是死蛇,真是太不要脸了,实在忒不要脸了。 无数人都对猫虎的作为愤愤不平,更多的确实不甘心,这种结果,任谁也是不会甘心的。 明明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结果馅饼在半空解体,馅里边居然是大便,糊了一满身满脸啊。 这会儿除了恶心之外,再也没别的,而且还带有剧毒。 你们居然跟一头野兽说什么要不要脸啊?难道你们其实是懂授语的?这是人才。 极少数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下注的人,幸灾乐祸地说着风凉话,心里终于平衡了。 场中的闹剧还在继续,那个大猫虎又撕又咬足足几百下,这才勉强将那黄金独角龙蟒周身上下最不结实的肚皮撕开。 堂而皇旨从从容容地将内丹和蛇胆吞了下去。 众人一片瞠目结舌的同时,又是一阵垂胸顿足。 死掉的黄金独角龙蟒都躺在那儿任由他撕咬,居然也要数百下才能撕破仅次于要害的肚皮。 那要是活着呢? 可这大猫虎偏偏就是这场赛事的胜利者,这让众人怎么能够接受,情何以堪呢? 虎哥慢悠悠地吃掉蛇胆和内丹,这才摇头摆尾满足地起身。 以胜利者的姿势,威武雄壮,不可一世地绕着场子一圈圈踏步,一边踏步,一边仰天咆哮。 哦! 似乎是在宣布,我赢了,我赢了,我是胜利者。 虎哥心中为实是得意之计。 虽然实力相差,非常悬殊,但是这场扮猪吃老虎,真他妈爽,完全没有任何人发现。 真正意义上的神不知鬼不觉,闷声发大财。 至于绕场示威游行什么的,老子早就想这么干了,想了好多好多年了。 想当年在斗售场的时候就想这么干,只不过没机会。 斗完一场自己就溜了,现在当然要尽情地多转上几圈了,远远当年的遗憾。 一生中有多少遗憾啊? 满场带肉木鸡,济然一片。 两久两久之后,才有一位没有下注的人幸灾乐祸地问自己的同伴。 哥们儿,赢了多少啊? 是不是得请客啊? 啊? 哈哈哈哈。 这句话彻底让众人清醒过来,无数的人垂胸顿足,一下那怨气冲天。 我的钱啊! 我的钱! 该死的!该死的! 他竟然输了! 金圣心金武公子,脸色灰白,两眼无神,呆呆地望着场中还在绕来绕去的大猫虎,心中早已经全盘崩溃。 灵兽博弈,既然是博弈,肯定存在有风险,有输也有赢的。 当然,也可以说是不是输就是赢,要是输了,战斗输了,死了,金武公子怎么也不会这么的难以接受。 可问题就在于,所有人就连傻子都看得出来,黄金独角龙莽占据了绝对优势,不,应该是绝对的盛势。 可是,在如此悬殊的战斗力对比下,最终结果,他却偏偏就那么憋屈万分地输了。 第1571集到此结束,欢迎大家继续。